伊朗在23号公布了今年1月 伊朗非故意击落乌克兰客机仪式的最新调查结果 对出示客机黑匣子的分析结果显示 客机被两枚导弹击中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表示 第一枚导弹击中飞机19秒之后 驾驶舱里飞行员的声音表明 乘客还活着 25秒之后第二枚导弹击中了飞机 今年1月8号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一架博云737-800客机 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 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但是起飞之后不久坠毁 机上的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缓 伊朗军方表示 客机是被伊朗空军非故意击落 事故系人为错误导致 乌克兰与伊朗两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 下一轮的会谈谈判 计划在10月份举行